花莲县政府举办开灾节活动 地点是在富佑青创园区 花莲为在台外国人提供一个共享感恩及欢庆的场合 而活动也宣导相关法令规定并且提供咨询服务 期望可以达成外国人对相关法令及自身权益的了解 经统计截至到112年2月为止 花莲县外籍移工人数共计有5241人 以印尼企人数最多 占总融資的53.84% 活动的目的是让穆斯林在灾阶月结束迎接开灾节的时刻 能共同祈福庆祝有效疏解思乡知情的工作压力 活动时间配合伊斯兰利以月亮周期为准 并且定于112年10月22号办理 地点在花莲县富佑青创园区 参与对象为花莲县受聘雇之外籍人士 活动内容丰富多样 包括团拜祈福 法令宣导及有奖增达 舞蹈表演和美食品尝等等 让参与者能够感受到节制的氛围和狐狸 那我们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勞出科这一次办理伊斯兰教开灾节的活动 那我们是本着非常虔诚的心来办理这一次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已经办了很多年 那前两年是因为疫情然后也给它停办 那在这个疫情恢复松绑以后呢 那我们呢今年就按照往例来办理 那这个也很受到伊斯兰教友 也就是有移民到我们花莲新住民的姐妹兄弟们的欢迎 所以今天的现况呢 一样像往年一样的热烈 那在主教的这个导唱 引导之下呢 那大家非常虔诚的 来助导 今年的印尼伊斯兰教的这个新年快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县长也非常的关心 他们平常的一个在花莲的生活状况 能够呢需要得到帮忙协助的 那我们呢又有网络各机关单位来提供协助 让他们在异地呢 在异乡也就是故乡呢 不管是新住民姐妹或是国际移工朋友呢 都能够得到服务 那在此呢也代表我们花莲县政府 及县长许正蔚 祝福他们在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顺利平安 县长许正蔚表示 这次活动主要的目的是在 让在台外籍移工 共同庆祝并且认识穆斯林文化 并且与灾戒月结束齐聚一堂 藉由相互的关怀交流互动 让他们感受到花莲县政府的热情款待 以及尊重多元文化 同时这次活动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让外籍移工能够更加了解台湾的法律规定 避免不必要的违法侵蚀发生 加强了外籍移工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也为落实外籍移工的劳动权益点点的基础 社会处长陈嘉福表示 感谢所有外籍移工 感谢他们为花莲的发展和建设所做的贡献 花莲政府团队将继续关注外籍移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 为打造花莲多元开放包容的城市做出贡献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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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